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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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開始 我對各位的情報要改變 您叫做 中將館 因為 你過去班 結業 所以現在開始 你有很多的權利 第一 所以,今年的8月15號,日本天皇投行的那一天,你們有看來可以和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官員做去政國新鮮參拜。 我們每年的八月十二到十六都會去。 每年他去政國神社,政國神社都差不多五萬人集在那個地方。 大家如果看到台灣民政府都跟你拍手。 你如果要離開,那些日本人很熱情,每一個都會掉眼淚。 我們這個動心的記憶跟我說,讓我們的動心在車上,看來敲哥連。 敲哥連之後,我命要還要來。 我會說,稍等一下,要給別人機會。 我們,高級版比亞的人,可以去。 veterans去,找你的酒店報名。 費用是三萬八千塊 因為我們紀念是用台灣民主會名義去 那是政府官員 所以我們住的飯店 吃的東西 一定要比較好 不然會幫你笑 因為你要知道一個事情 日本人天生 本來就看不去台灣人 你是怎樣 因為以前的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雖然在1945年四月吹一 日本天皇實施民地憲法 給台灣人跟日本人 地位完全一樣 台灣人可以參政權 要有參戰權 但是因為那是建天到最后 有一些日本人仍然不懂 所以 經過我們這幾年 這四五年 十年都去 十年都去 開始讓日本人開始知道 有很多日本人 聽到說台灣民政府說 這塊土地要去日本天皇 那些日本人大家都處理了幾個 啊?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因為日本 他們都叫日本天皇說的為了做 日本在建政的最后 日本天皇他說 我要確實遵守波士坦宣言 波士坦宣言 裡面的八條說要遵守開羅宣言 因為日本天皇天皇 聽到天皇說 他如果沒有遵守建政法 他也不懂說什麼叫做宣言 宣言 Decoration 那一張彩券 不是貼藥 是一種的建政的主張 所以我最后跟你們說 我落在那一張彩券拿出來 這彩券是我的 如果中一半要分給你 那一定要分給你 不可以賴皮 但是我如果跟你說 我來外面買一張彩券 丟到我要分給你 啊我如果真的丟到 我就不一定要分給你 為什麼 那張彩券不是我的 我說話的時候不是我的 因為 台灣這個土地在開羅宣言 波士蘭宣言的時候 不是中國的 不是美國的 不是英國的 不是蘇聯的 所以 他們雖然說建政以後 台灣要搞什麼中華美國 那都沒有尊散 就要在後面簽那個treaty 雕用的時候 所說的就有尊散 這就是經國的法律 的精神所在 現在日本人以前不知道 我們現在日本人知道 日本人對這個營業的savity 租款他也搞不清楚 一直到去年四月分 歐巴馬去 去跟日本天皇記名之後演講 他說 他說我美國 有間隔群島的管轄權 但是間隔群島的主權 我現在不評論 日本所有的國際法律專家聽著都嚇一跳 原來主權跟管轄權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 我們現在在二月二月控告美國 美國統治國務院統治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三月三十接著 有人回到外交部 但是這中間公文人體都回到他 說他拒絕收 但是美國的法律 修法官叫上宣佈 你中華民國要在五月二九以前來答覆 但是美國國務院接到以後 三月三十接到以後 他在四月十七就正式答覆 就是我們國務美國的答覆 他說國家免數 他一定會講國家免數 因為我們頭一次兩千塊兩年 他也是幫你用國家免數 最少到國頂法年 他也國家免數 最少到最高法院的時候 美國發言說不對了 他如果說到自己 台灣的真相就會走出來 所以他說我放棄抗辯權 所以美國才會說 停止心法 等待台灣民政府準備好 因為那時候台灣民進府 要不台灣人 包括我都不是台灣人 因為在法律上 在政經上面 我拿的是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這次後來 兩千塊十年開始 但是美國跟我們協助 成立參議院 眾議院 寫這個條文就是 公民權利法案 你都有 所以落下的這個公民權利法案 就是按照公民權利法案 我們發了身份證 美國幫你認證 所以中華美國新聞證 夠怕你 沒效 但是台灣民進府那種新聞證 全世界都可以用 包括去官島 在日本 澳洲 澳洲 全部都可以用 這就是經過台灣民進府 台灣民進府也發一個車牌 你過去辦醫療 你才可以買 你如果有車的人 你可以買那個車牌 就是我們執政醫療 十年 所有的費用都不用繳 但是讓你這個車牌 十年 萬一不是要創什麼 就是你希望你擲 同時 台灣所有的人知道說 有一個台灣民進府 現在含警察的FB 這個臉書啊 警察人員的臉書 自己也傳 他們到底台灣民進府那個紅白 要開槓有沒有 因為有一個結論 我們不可以開槓 所以到現在為止 那個紅白 從來沒有接到過 中華民國所有給你開 的紅白給你罰款 從來沒有 啊 因為那些都這樣 黑白給你摸啦 像像蘋果日報 給你寫一個說 記者拿台灣民進府的身份證 去那個警衛 警衛在他找 說 竟然有人相信這個 啊 但是 記者卡在那裡 給AIT的主管 AIT的主管 跟警力 都沒有答覆 啊 其實 我們那張新聞情出來以後 頭一個 去AIT 申請五年簽證的 是我們的動心瓶動的 表示說美國 史詩雄 那張新聞情是美國做的 美國國安局做的 為什麼不承認 不敢說呢 啊 但是因為在現在 現主席的政治環境 他不得承認 也不能 他現在如果先說 中華民國崩了 啊 所以 我們現在控告中華民國 四月十七 美國的國務院答覆 所以教導你講 我們一五月時間五月十七要答覆 但是我 很怕說中華民國 過程 過程他過程 他過程 他表明上 他說他拒收 實質上他在五月二八 今天三十一 我幾天前而已 他五月二八 答覆 讓他扣到啦 他真的是耍詐 我如果真的在五月十七 答辯文給他一筆 因為這個答辯文要公開啊 他現在看到我的答辯文 他反駁的時候 他的另一筆 還不是 他現在沒有另一筆 他現在叫美國 趁他抄過來 說國家免數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 動眾計啦 他其實可以 不悔 他如果不悔 換我們頭疼 換美國頭疼 美國反應頭疼 要是他知道還是不知道 雖然他打開 用鼓鼓鼓起來 他可以假承說 我不知道啊 我不曉得啊 你不能單方面審判啊 啊 他現在回 表現什麼 他已經知道了 他重計啦 本案成案 已經變成法案 所以齁 你們在家裡睡著 但是睡不著 我們還有那個 法理典招 職務典招 他之前訓練 大概在三個月以後 三個禮拜以後 會有一個法理典招 你如果接到 你都要按來 你現在現出是 這個專訓 這個專訓 是郡的 內閣專訓 但是呢 高級班鼻鼻子後 要去買 五成的世宗 專訓的時候 二十幾個月 在日子這麼大 不能進去 為什麼不能進去 他不穿五成的世宗 我們這一點是要求的非常嚴格 阿歐西的世宗很簡單 你和做就不用做 你去哪裡買就有了 家樂福 家樂福不是外開的 你不可以叫我家樂福 我開的要去中國 家樂福一宿很簡單 十百十個都一樣 兩千到三千而已 兩千塊三千 那很七千 七千 阿床幫你車了 這樣好了 你可以回家 前後一個小時 你一宿世宗就好了 衬衫你都有嘛 那是你的座 所以當你們回來專訓 還是值錢訓練 都要穿座 因為你是正式的 台灣民政會政府官員 你是官員 這是我們的座 你過五官一後有專訓 美國USMG同意發一個勳章給你 一個大的勳章 那你有錢買不到的 那個勳章發給你的時候 就是標示說 你有完整的訓練 但是那個勳章 不是叫做免死牌 有人說 我有這個勳章 我可以為非罪做代 沒有那個事情 該判刑還是判刑 該槍斃還是槍斃 槍斃 槍斃以後 但是那個勳章是 你有錢沒得買 那就是真的是 不會黑 不會吵 不會暖 因為我 初期班都會跟你們 跟你們拐 我美國要送你一個 不會黑 不會吵 不會吵 的雞 上一隻牙手 都都牙手 那是怎樣 你如果雞 在外面掛了 垃圾 你可以拿回來 當然也不會黑 當然也不會吵 也不會暖 對不對 今天我要給你看一個牙皮 非常重要 這就是五月 三月十二 在美國的國家職責俱樂部 我們告美國是告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知道 告之後五月十七 在日本當局 就會 我們有發表一個東西 發表一個聲明 就是說 跟那些日本人的努力說 我台灣民主 有抗過美國 所以 一百的參加的日本人 手要開開 好 那些事情 啊 可以告美國 啊 台灣要求日本天皇 那時候他們肯心在 所以我講 這個日本 這麼高 要改變的頭腦 是很不簡單的 但是我們盡量做 我講了一個結論 日本人不可以看台灣人不去 是我們台灣人要看他不去才對 因為日本人如果死去打開 都沒有打 打都打開了 但這不可以怪他 戰爭失敗 戰爭失敗的痛苦 跟228發生台灣人被屠殺的事件 是一樣的性質啦 所以台灣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都生活在 非常痛苦的年代 難 在這個年代那裡可以換 尤其是我 可以發現這個健全法 然後到現在還沒死 那也不好 表示我後面有真有力量 還是不是 對不對 對 我的後面有力量 你們就有力量 到現在為止所有台灣民眾 所有行員 沒有一個被抓去 沒有一個有事的 是怎樣原因 因為我們 按照國際法理去做 所以中華美國不可以跟我們怎樣 不能用刑法加在你的頭上 這是東西我們和美國說好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 在台灣民眾上課 不只很安全 是特別安全 而且有保障 來看那個鴨皮 在台灣民眾上課 有多冠采的 台湾的民族,希望她一天可以改善 台湾民族的民族。 後來她結婚了 Dr. Roger Lin,她成為一個 努力去戰鬥人民的民族 台湾民族的民族。 過去60年,台灣的民族都在政治狀態。 他們沒有任何統統認的政府和民族。 她永遠不斷地承諾她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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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她和她的婚姻和她的婚姻一起 寫了美國的民族和中國的民族 以解釋台灣的民族和民族的民族。 最後,她的目標是達成為 成為我們的台灣的民族。 請 PowerPoint Mrs.Julian Lin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 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olab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th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th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laced by The KMT dea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ead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u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steadfast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ase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ale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ic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ale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ale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ase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the imposing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t's about deg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ay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One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l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g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g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s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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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響已經超過一役的人看過 當時看那個時候 很多美國的記者看完之後 尤其是女妻的 目狹紅紅 跟夫人說 你講的 我們現在才知道 所以這個事情現在當地發笑 所以在5月17日 美國要求我們 在日本辦集會 給日本的政界知道 現在要辦集會在日本基行 付人代表台灣民政的演講 來 今次市長様はご勧奨のことから 法務と法務台湾人が受けている 不平等な対応のアメリカにされ 台湾の政府首長と 法務主席様との ご結婚後 法務台湾人のための 人間のフランエティ活動に 充実され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ご挨拶いただきます内容は 挨拶時の全部のうち 主として台湾人政府による 第1台湾訴訟の部件でございます 挨拶部の前段は 国外のパンティレットに 日本語、英語、中国語 各言語会がございますので 皆様その声をご覧いただきながら お聴きください それでは 市長様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皆様こんばんは こんばん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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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の臨時案から 皆様にご挨拶申しあけます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が今回 ご説明申しあげる ためにご説明をしあげる ためにご説明をしあげる でございますが 時間の つこうじょ こうの ご挨拶の場を お返して 台日台名訴訟の 簡略文に もし 述べ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が 私たち台湾民政府が アメリカの占領下で 宣言の担うには まず アメリカを代理する 中華民国の占領を 集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の中華民国の占領を 先導化してきたのが 今度台湾民から 国籍的に 承認された 国籍である 日本国籍を奪い 中華民国籍を 強制してきた あの 1946年 1月12日の 国籍変更命令でした 国際的に 承認されない 政府である 中華民国は 当然 その 国籍も 国際的に 承認されず 本当 台湾人は 無国籍を 強制されている ことになります 無国籍の 強制は 国籍を 小国する 権利と 国籍を 言い 恣意的に 奪われない 権利を 保障する 政界 臨憲 宣言に 明け中に 違反します そこで そこで 今年 2月28日 私の報道 林氏賞 私 林氏安 そして 台湾民政府の 3万名の メンバーは アメリカの 災害省に 総称を アメリカと 中華民国 総称の 菊手記は 1946年 1月12日の 国籍変更 命令が 無国で あると 認めさせ 中華民国の 占領を 集結させる ことです 中華民国の 占領を 集結させて アメリカの 占領を 受かって 宣言を担い 将来は 万国である 日本に 復帰して 日本の 集結家庭 コートの 実を 実現すること それが 私たち 私たち 台湾民政府の メッサーズ 台湾の 地 戦場 が です そして 台湾の 地 戦場は サンファンシスコ 平和 条約で 検定的に 回復した 日本の 処刑を 全然 ない ものの なに 回復させる ための 大きな 一歩と なるものです 台湾の 政調が 日本国 憲法の 課税を 初めとして 日本の 皆様の ご協力が 不可欠ですので なに なに どうぞ ご理解と ご協力と 頼ま ありますよう お願い 申し上げます 最後に 改めまして 皆様に 感謝を 申し上げますと どうぞ どうぞ 共に 皆様の ご 健康と ご たお た こう を お祈り 申し上げ 私 私からの ご挨拶と させて いただきます 今夜は どうぞ ごゆっくりと ご担待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經過這兩場 全世界的 轉播 我們 終於 逼得 美國的白宮 國務院 國防部 和 國家安全單位 跟我們連絡 現在 國務院 已經答應 我們 十億月分 在美國 和所有大學 有名的大學 和陳哈佛 博克萊 尤其是法學院 比較有名的 一些 美國的 很大選 的法學 的專家 要跟我們合辦 一個論壇 叫做 在國際戰爭法下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論壇 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論壇 但是這個名字 一致頂出來 美國的白宮 和國防部 震驚 昨天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拉住拉住 稍微召善 這讓你辦 在那裡 全世界會變過 因為全世界 現在有很多事情 他是 是 要叫這個 建政外辦 但是 美國為了 他本身的利益 還在模糊 要用美國的利益 來做主體 他說 是不是 我們來改革 那個標題 到目前為止 他說 NO 我台灣在拚 拚這桶而已 我們拚這桶而已 所以 局勢越來越好玩 蔡英文去美國無效 美國根本就不跟他接觸 什麼前亞太 什麼副國務卿 那都無效 真的無效的有一個人 什麼人 美國國家安全單位 那些人有效 那些人跟我們 尚舊 每一個月 都有聯絡一次 有一次去拚英文 引導說 那些人很害怕 我說不會 跟我說的 都很客氣 為什麼客氣 我教他 他怎麼怕話 也不是 所以 蔡英文 我可以幫你保證 美國跟他沒有聯絡 因為他說 動算後要恢復徵兵制 看得到幾個 台灣競爭 是要恢復什麼徵兵制 真有說 可憐 可憐這個人 的心 是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所以還有很多事情 他不說 你們這裡拚國去 我而已 說比較慘 你們要再說一說 你們回去一定要拚去 本身台灣人 我沒跟你騙 三禮拜以後 有一個職權訓練 你哪有時間 你要來參加 因為 我們現在存欠 沒有幾百個 名額就沒了 就是我們現在 第二教室 在上課 因為我現在要去第一教室上課 所以今天 國際班的外國也吃 我們三個禮拜以後再見 謝謝各位